豆腐街早期也叫做酱腐街 大部分居民都是客家人 现在马来街名叫做Jalan Han Katsuri 从一些老照片可以看到 当年曾经有小贩在这里售卖豆浆水和豆腐花 是否因为这样 所以早期的居民就称这条街为豆腐街 就无从考证了 豆腐街后巷有尊会慢慢长高的神奇石头 没有人知道他从何而来 为何出现于此 开始他并没有受到关注 后来他仿佛拥有生命般慢慢长高 令人惊讶的是 有居民被托梦 告知有神灵居住于石头中 于是当地居民就把这块石头当土地公来供奉 来到豆腐街 不妨来拜拜土地公 祈求一切胜利 时常去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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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身 为先生的好多 这样子比哪儿 下来的情况 在会不会分析 你提供 beğen 不仅仅 我将会发生了 当年这里有七八家打白铁店 如今随着老行业的没落 只剩下一家了 以后恐怕再也听不见 打白铁的声音了 惠州公会又名俄城会馆 建于1805年历史悠久 里面供奉先贤的神主牌 音乐 当年人生鼎沸的豆腐街 因为人口不断搬离 如今变得冷清 走在老街上 会发现四种不同风格的老房子 并列一排 如同教科书一般的同在 我会不知觉地放慢脚步 让自己去发现不曾经历过的风景 有变得 תודה 不论 小师好 家里有什么事 小师好 小师好